俗哥说电影 包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悬疑票神探 影片一开场 精神不太正常的破案天才陈贵斌 正在模拟凶手的作案说 重案组的同事们都替陈贵斌捏了一把汗 生怕着猪一炸尸把陈贵斌咬死 陈贵斌在破案方面的确是个天才 当警察期间破了不少大案要案 可由于精神上的问题 最终还是提前退休回家了 一天深夜 警察王国柱和高志伟 在抓捕偷井盖的南亚人的时候 由于当时的场面十分混乱 王国柱连同他的沛乡神秘的失踪 现在我们来聊聊陈贵斌的问题 这哥们不仅有精神分裂 而且还有一种特异功能 就是能看到每个人拥有的不同人格 他老婆张美华多年前就跟他离了婚了 但这难不住他 他居然自己幻想出来了另一个张美华 而这个张美华 比跟他离婚的那个张美华善解人意多了 距离警员王国柱失踪有一年半 但警方仍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西九龙重案组负责此案的何家汉 无奈只好找到陈贵斌需求望重 根据何家安的描述 王国柱失踪之后没多久便 连续发生了几宗持枪抢劫案 其中两宗曾经开枪杀过人 经过对弹头的检验 的确是来自王国柱的配枪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陈贵斌幻想出来的老婆开始捣乱了 吃瓜的何家安一看就梦圈了 他不知道陈贵斌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安抚完假想的老婆 陈贵斌马不停蹄的来到了重案组 此时何家安正在跟同事回宫案情 在王国柱失踪后的九个月 一个蒙面歹徒持枪抢劫了大王马脚管 抢走了八万多块钱 由于赌徒们都很配合 因此歹徒没有开枪 三天后又发生了另一宗蒙面歹徒持枪抢劫案 一辆鸭款车在跑马地被抢 三个鸭款员被杀 歹徒抢走了一百七十万 子弹正是来自失踪警员王国柱的配枪 一个星期之后一间便利店被抢 蒙面歹徒抢走了六千块钱 并且枪杀了一名店员 随后陈贵斌观看了高志伟的审讯录像 但似乎也没看出啥名字 何家安和陈贵斌在跟踪高志伟的时候 陈贵斌发现这个高志伟居然有七种不同的人格 这七种人格各似其职 替高志伟做着不同的决议 尤其是这个女人 她是高志伟的智囊 专门替高志伟出坏如意 何家安在陈贵斌的社会下 对高志伟进行了试探 但由于高志伟防范严密 最后啥也没问出来 趁着高志伟上回生间 陈贵斌决定小小的挑衅一下 结果被高志伟给胖走了一顿 高志伟人格中的那个吃货 一直在劝主人格不要开枪 这一点引起了陈贵斌的注意 接下来陈贵斌模拟了 蒙面歹徒抢劫时的情景 把这些吃蛙群众可吓得不轻了 幸亏何家安在后边跟着 不然这哥们儿非被人打死我了 经过情景在线 陈贵斌认为蒙面歹徒有两个人 抢劫押款车和便利店的是同一个人 抢劫麻将管的是另一个人 晚上何家安带着女朋友 琪琪和陈贵斌一起吃饭 虽然何家安已经提前 跟琪琪说了陈贵斌的情况 但这位吸酒反黑组的女警花 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跟饭店的服务员一打听 琪琪才知道 原来以前陈贵斌经常会带老婆过来吃饭 后来两口子离婚之后 就剩陈贵斌一个人 但奇怪的是 陈贵斌依然说是跟老婆一起来的 服务员说老陈的脑子有点问题 虽然不理解 但我们也不敢问他 转过天 陈贵斌和何家安 到王国柱失踪的附近过情况 要说这陈贵斌查案 确实跟别人不一样 这何家安也好奇 便打算亲自感受一下 在树林里 陈贵斌遇到了 被高志伟丢掉的善良的人格 当何家安从坑里出来的时候 发现陈贵斌没打招呼就走 何家安气急败坏的来到陈贵斌家 遭遇了陈贵斌的前妻张美华 这个张美华可不是陈贵斌幻想出来的 张美华说自己之所以跟陈贵斌离婚 是因为实在受不了陈贵斌的精神病 张美华之所以过来 是因为接到了精神病院的电话 说陈贵斌已经半年没有去复诊 而且还擅自把药给停了 为了搞清楚高志伟的情况 陈贵斌冲何家安来到了高志伟所在的境界 经过一通下折腾 陈贵斌在高志伟的柜子里 找到了一份南亚人的资料 为了激发出自己的灵感 还原出当晚的真相 陈贵斌把自己埋在了坑里 原来案发当晚 高志伟和王国柱在追捕南亚人的时候 高志伟的配枪被南亚人给抢走了 王国柱说这可是大事啊 必须向商机汇报 高志伟担心这事会影响自己的生殖 于是便把王国柱给杀了 然后把王国柱的手枪编号 和自己的调换了一下 让别人误以为王国柱连同配枪一起失踪了 为了混淆视频 他又拿着王国柱的枪 抢了押款车和便利店 并开枪杀死了四个人 就在陈贵斌躺在坑里还原案发真相的时候 高志伟那边也没嫌 他精心诡造好现场之后 给西九龙助案组打了一匿名电话 声称在某大厦的三楼 见到了带着警枪的南亚人 何嘉安带着人赶过去一看 果然伤得出片 此时何嘉安认为 肯定是南亚人杀了王国柱之后 抢了王国柱的枪 然后又拿着王国柱的枪 抢了押款车和便利店 即便是陈贵斌告诉了他真相 他也不信 他认为陈贵斌就是一疯子 自己就不应该相信这个精神病患者 而陈贵斌也看到了何嘉安 人格中懦弱的一面 他的智商和勇气 已经被这件案子彻底打开 陈贵斌来到经常光顾的饭店 见到了和他离婚的前妻 但对于陈贵斌来说 他更愿意和自己幻想出来的 那一位深爱着他的老婆在一起 亦或者说 他更依恋的是前妻 那个善解人意温柔贤惠的人 由于景元正和配枪 全被陈贵斌给打了 加上又被蒙面人用枪指着头 此时的何嘉安是身心疲惫 整个人变得异常颓废 他意识到这个烂摊子自己是受受不了 于是便打算向上面汇报 但却被他女朋友齐齐里来 齐齐说你马上就要升任总督查了 这个结果可千万不能出差错 不然你这辈子就完了 听君一席话圣督十年书 何嘉安如醍醐灌顶马上就清醒了 拿着齐齐的飞枪去找高志伟 可高志伟早就把自己手枪的编号 跟王国柱的调换了 何嘉安一看着脑子是彻底弯的 很明显啊 他的智商显然已经支撑不了 他破案的决心了 而且从人格配置上来看 他跟高志伟也不在一个层面 高志伟拥有七种不同的人格 每个人格都有其特点 而可怜的何嘉安 只有一个懦弱且不成熟的人格 对于高志伟来说 何嘉安这样穷追不舍 让他非常的闹心 为了彻底把这件事了断 高志伟带着何嘉安去抓南亚人 两人来到万列大厦 在乘电梯的过程中 何嘉安收到了陈贵斌的短信 提醒他 高志伟杀了南亚人 取回自己的配枪之后 就会杀他灭头 可已经被高志伟忽悠傻的 何嘉安毫不犹豫地 把短信内容给高志伟看了 接下来是一场枪战 很快四个人出现了短暂的僵持 对高志伟来说 如果想隐瞒真相 那就必须杀了南亚人 拿回自己的枪 虽然陈贵斌再次说出了真相 但何嘉安这个脑残依然不信 最终高志伟撑不住气了 一枪把南亚人给毙 而与此同时 陈贵斌向高志伟开了枪 而何嘉安则向陈贵斌开了枪 就在何嘉安认为真相大白 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高志伟不仅干掉了 还没死透的南亚人 而且还打算杀他面口 眼瞅着何嘉安要嗝屁 还剩下最后一口 就着陈贵斌及时出手 把高志伟给毙了 就在这个时候 何嘉安人格中自私的一面出现 为了隐瞒自己的失职 他前前后后进行了三次换枪 这个换枪的行为 非常考验人的智商 关键点就在于 如何编织一套 滴水不漏的理论 不仅让人觉得合情合理 还要把自己的过失再干净 最最重要的是 还得体现出 自己如何智勇双全的婆拉安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 人性真的太复杂 想想头皮就放吧 善恶到头终有暴 迟早将会受惩罚